随着这场范畅 一股庄严之力瞬间从脚下未知名地界冲天而起 如红桃巨流直观天际 而周围的雾气顿时席卷过来 将那个人的人影完全吞没消失不见 鬼力淡觉的心头一痛 体内那股冰凉之气竟然不催自动 仿佛对这股佛气极端排斥一般 自行抗拒了起来 鬼力惊恶之下 又觉得体内除了这股来自嗜血猪的妖力纯纯欲动之外 似乎也受此地的佛际影响 自身修行的大反波折竟也不甘辞服 腾跃而起 道予有那嗜血猪妖力决一雌雄的意思 还未开始 自己的身体内竟有如此巨大的变化 此处地界之地气当真匪夷所思 鬼力心中惊讶 一时间忘了刚才在雾气中看到的怪异人影 只是催迟自身的修为护住心脉 缓缓落了下去 很快的 雾气渐渐稀薄 脚下的景色顿时清晰起来 乃是一面小小石台 颇为光滑 周围有三丈方圆 数目稀疏 围坐着数十位天音寺的僧人 看上去 这些僧人所坐的位置或远或近 并无规矩顺序 但其中似暗含密礼 淡淡的佛力流转其中 竟隐隐成了一个阵势 鬼力又仔细看了几眼 忽然觉得有些眼熟 仔细地想了想 便想起了乃是一个古着字体 佛门真言的模样 鬼力很快就落到地上 放眼看去 这间法相法善两人 此刻都已经坐在众僧人之中 漠然何时 低眉垂目 再也不向他观望一眼 而在众僧人之手 乃是天音色的方丈 土红上阵 而坐在他左边下手的 鬼力也曾经见过 乃是当日在青云山上 大发神威的朴方神僧 倒是坐在朴红上人 右边下手的一个僧人 看上去颇为古怪 鬼力从前是没有见过 但看他面容枯皎 脸色焦黄 竟仿佛是将死之人的气色 而苍老模样 远远胜过了朴红上人 只是不知道这位是谁 但能够与朴红朴方 两大神僧平起平坐 显然也是天音色中 了不起的人物了 鬼力也不多言 向朴红上人 低头行了一礼 朴红上人 何时还礼 微微一笑 小施主来了 是 但不知方丈大师 要在下如何 朴红上人 一指那柱平台 无他 小施主只需要 安坐在那石台之上 调膝静心 坐上几日即可 鬼力点了点头 回头向那石台 看了一眼 随即 又抬头向四周望了望 只见头顶浓雾弥 却哪里有什么传说中 无字欲弊所在呢 他不禁问道 请问方丈大师 那无字欲弊在何处啊 呵呵 再过片刻 小施主便能看到了 鬼力一正 点了点头 转过身来 正要坐到那石台之上 忽然 天上是隐隐一声锐笑 是风声 是寿吼 穿云透雾而来 紧接着 一束耀眼光辉 竟是从浓雾之中 撕开一套裂缝 照射下来 正照在鬼力的身上 鬼力倒退了一步 抬头望去 只见山谷之间 一声隆隆 似奔雷起伏 那片浓雾之海 陡然起了波涛 从原本轻轻涌动 直视变作巨浪 波澜起伏 随即 出现越来越多的缝隙 浓雾质越来越薄 透出了一道又一道 一束又一束的光辉 面对着这天地异象 鬼力是注目良久 只见浓雾终于飘散 光辉洒下 瞬间天地一片耀眼的光芒 竟是让所有人都无法目视 过了片刻之后 这才缓和了下来 鬼力再度睁开双眼的时候 身躯一阵 赫然望见了 那传说之中的 无子欲弊 就在他的身前 那个看上去 小小石台之后 断崖之下 一片绝壁如镜 竟是笔直垂下 高欲七丈 宽欲四丈 山壁的材质 似欲非欲 光滑无比 倒映出天地美景 远近山脉 竟都在这玉壁之中 而鬼力和天阴寺众僧人在这绝壁之下 只如蝼蚁一般 微不足道 与天地造化相比 人 竟是渺小如斯 鬼力漠然 梁九方 尝出了一口气 一言不发 走到那平台之上 盘膝坐了下去 也不再看周围众人 深深呼吸 随即闭眼 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 普洪上人 向鬼力端详梁酒 转过头来 向身后众僧人看了一眼 点了点头 数十位天阴寺僧人 包括普洪上人 普方神僧 和普洪上人身边那个神秘老僧 还有法相法善等人 一起和时送佛 数十道淡淡金光 缓缓泛起 咽约泛上声音 貌似从天际传来 突然金光大盛 只见众僧人所作之起 一法阵 阵势之中 今忙流转 伏起庄严 众僧人所散发的金光 越发的赤裂耀眼 片刻之后 但听得震耳欲聋之声大作 一个金光辉煌之大佛真眼 陷于法阵之上 缓缓地升起 范畅士越来越响亮 天地一变肃穆 只见那金色的佛字 越升越高 慢慢到了半空 树立了起来 在天际阳光照耀之下 越发不可逼世 仿佛是受到那佛家真眼的激发 那一片绝壁之上 原本光滑的玉壁 缓缓出现了佛字倒影 却并非如寻常镜面模样 而是从一小点 缓缓变大 渐渐地散发出金光来 慢慢地现出那佛字的模样 而在无字玉壁之上 印象变大的时候 半空之中的那佛家真眼 却似乎有些暗淡了下来 很快的 无字玉壁之中的佛字真眼 已经大到几乎超过了 半空之中那个真的佛字 只见此刻 整个无字玉壁是金光灿烂 熠熠生辉 伴随着泛阴阵阵 突然 玉壁之上 透出了一缕 淡金的佛光 缓缓射出 笼罩在安座的鬼力身上 鬼力的身躯一动 面上依稀露出一点痛苦之色 但并没有睁开眼睛 而是忍耐下来 很快的 他面上痛苦之色便消失了 安座着一动不动 无字玉壁上 射出的佛光淡淡 没有什么变化 只见金灰缓缓闪动 说不出的庄严之意 而周围的天阴寺僧人同样 也是面容不变 低声诵佛 他们法阵之上的光辉 也一般缓缓流转 支撑着天上那个佛家真言 时光流转 就这么悄悄过去了 三日之后 无字玉壁上那个佛子真言 依旧没有丝毫变弱的趋势 道射出的淡淡佛光 还笼罩在鬼力的身上 鬼力面容平静 似乎这三日对他而言 完全没有改变 还是和三日之前 刚到这里一样 道士周围 朴红上人以下 众天阴寺僧人所持法阵 虽然没有变化 但众人的脸上 都隐隐有疲惫之色 朴红上人从入定的模样 慢慢地睁开了双眼 想依然平静地鬼力看去 半晌的滴滴叹道 痴儿 痴儿啊 终究还是放不下嘛 说吧 他摇头叹息 坐在他左边下手的 朴方沈僧 淡淡地说道 我们这般辛苦 布下佛门 佛魔大振 一是要为他降解 嗜血珠的力气 更为要紧的 却是想化解他的心魔 但他心门紧锁 心魔难去 纵然是嗜血如力气化解 又怎知他日不一样成魔呢 我等今日所为 只怕凡是助纣为虐了 朴红上人皱眉 脸色沉了下来 师弟 这年轻人与我天音寺 有着极深的渊源 无论如何 我们也不能轻言放弃 你何出此言 朴方的面色变了变 师兄教训的是 我并非对着年轻人 有所成见 实在是想到当年 当年我们师兄弟 生死离别的模样 心头悲伤 实不于再看到他 在肘上邪露 小弟誓言 请师兄责罚 朴红上人的面色 缓和下来 我何尝不是和你一个心思呢 不然也不会设下着 佛魔大阵 异于 以佛家真法大能度化于他 可是 就在这无字欲弊之下 他似乎也 他的话说了一半 突然间 原本寄进安宁 而肃木的山谷中 凭空地发出一声巨响 整座无字欲弊 竟是微微颤抖了一下 顿时 半空之中 与那无字欲弊里面的 佛家真言 都是遥遥欲坠 朴红上人等天音色众僧人 大惊失色 一时骇然 连忙是摧持真法 不料 鬼力的面上 突然出现了痛苦之色 这三日以来 一直被佛法压制的弑魂 猛然亮了起来 一股黑气 瞬间布满他的脸上 朴红上人不曾料想到 这嗜血中的妖力 竟然如此顽强 三日三夜振服之后 竟尚有余力反抗 正于再度呼唤众人 支撑法阵 鬼力却再也忍耐不住了 发出了一声长啸 腾空而起 半空中的佛子真言轰然而散 鬼力在真言空中 仰天长啸 壮竹疯癫 同时 回头向无字欲弊望去 只见那无字欲弊里 竟然多了道道的暗红一芒 金光鸿芒争斗不休 就在那光芒乱闪 异象分成的时候 天际忽然一声惊雷 天空是暗淡下来 四方风云滚滚而来 在无字欲弊光滑的欲弊之上 从上到下 一点点如身人眷刻一般 献出了一排大字 除此之外 更有无数的金色骨灼难懂字体 如沸腾一般 在欲弊金光鸿芒间闪烁跃动 令人眼花缭乱 而那一排大字却分明清楚 赫然正是天地不仁 以万物为雏狗 那无字欲弊之上 竟然出现了无数的金色骨灼字体 此等怪异之事 便是浦洪上人以下 所有天音寺的僧人未曾见过 只见那欲弊之上 视而锐气声腾 视而暗红闪烁 庄严肃莫的金光 夹带着诡异莫测的鸿芒 给人喘不过气的感受 鬼力在半空之中仰天长笑 壮似极为痛楚 目光随即移到那无字欲弊之上 望着那无数翻腾起伏摇摆的字体 仔细看着 在他身体周围 视魂怪异的光芒越来越亮 从他体内散发出的妖力 也随着越来越盛 甚至连地面上众天音寺的僧人 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一股冰凉气息 从半空中鬼力的身上传了过来 笼罩在他的周围 经过这三日三夜的佛门法阵锤炼 视血珠的妖力似乎非但没有减弱 反而倒似被全部激发了出了一般 空前的强大 朴红上人面上有焦虑之色 之则风云变幻的关头 他面色也如天际风云变幻不止 颇有些举棋不定 身旁的朴方却有些着急了 他望向天空中 沐浴在玄情光芒之中的鬼力 眉头紧皱 对朴红上人喊着 师兄 现在怎么办 朴红上人长叹了一声 此人乃是朴智师弟的传人 更是他一生心血宏愿所在 我们不可不救啊 话音刚落 朴红上人一声贺令 重新是盘膝坐好 口中送佛 饭唱之声隐隐悠起 随即 在他身旁身后的众天阴寺僧人 看见方丈师法 纷纷跟上 片刻之后 一片庄严肃默的金色光芒 从这些天音色的僧人之中 再度泛起 只是此度佛光金芒 却与那前三日 度化鬼力的佛门阵法不同 在庄严之中 少了几分慈悲 多了几分肃杀 反观半空之中的鬼力 似乎根本就没有注意到 脚下地面上 渐渐泛起了金色光芒 向自己笼罩而来 他的精神 此刻都被 无字欲臂上闪烁的那些字体 完全吸引住了 任谁也想象不到 甚至是此刻 无字欲臂之下 那些天音色的僧人们 就算亲眼看见了 也一眼都无法明白 在那无字欲臂之上 此刻闪烁出来的 在这个佛家最近讲高级的 圣地玉璧之上的 赫然竟是传说中的 魔教经典天书的 第四卷 天道茫茫 世事多变 又有谁料之几分 天音色的僧人们 日夜礼佛 对此仍是不能知悉 鬼力历经坎坷 人是沧桑 同样 却也不能知晓 只是此刻 鬼力哪能想那么多呢 在他的眼中 几乎是本能地 被这些闪烁一芒的文字 吸引住了 那起伏跳动的 一个个字句 赫然是将他枉机 独自艰心修习天书艺术的 各个断裂之术 不解之术 都一一展现在眼前 如行人 面对前路上 无数的断崖绝壁 正彷徨无路之际 突然间 断崖有路 激流过桥 这只何等大欢喜境界 如何还能分心旁固呢 一时间 过往修行中 众多的尖身晦涩之术 突然似豁然开朗般 纷纷展开 从十年之前 空桑山万福 古窟 滴血洞内 看见天书 第一卷总刚开始 十年来 岁月光阴 如潮水般涌去 这个男子 凌厉在天际 风云之间 第一次感觉到 那与天地共呼吸 却万物皆忘的感觉 喘息 深深的喘息 从头到脚 身体的每一处 都似要爆炸开一般 无数纷繁怪笑杂音 将它团团围住 体内种种气息 如沸腾一般 似巨浪波涛 尽数汹涌澎湃 视血住的妖力冰凉 悬火剑纯阳之气 则是炙烈难当 太极玄境到平和正中 大凡波折 肃目如山 更有从身躯各处泛起 鬼历过往修行的 三卷天书 艺术真元之气 更是佩不可当 天地变幻 造化玄奇 乌云之中 半空中那个人影 散发出的异光 却在越来越暗的天幕下 越发的发亮 只有逆天之危 天气的雷声隆隆 云层中开始有电芒窜动 则天心已经震怒 云层之中狂蜂大作 云木慢慢开始旋转 就在鬼历的上方 渐渐地出现了一个巨大漩雾的模样 而鬼历 目光仍然被吸引在那无字欲笔之上 对身外之处恍若不知 便在此刻 地面之上的泛畅之声大声 肃目金光之冲天而起 顿时将半空之中的鬼历 笼罩其中 这金光强烈之极 极了数十位天音寺僧人的修行之力 气质寻常 顿时将鬼历身上散发出的妖力 异光压了下去 团团罩住 金光一起 笼罩鬼历之后 天际的雷鸣电闪之威 似乎是受到了牵制 慢慢地弱了下去 天幕之上 原本缓缓形成那个诡异巨大的漩涡 似乎也渐渐有消退之势 朴红上人眺望苍穹 缓缓地松了口气 忽然听到 他身旁那个干枯的老僧 冷冷说道 此人一身修行 竟引发了天行利雷 可知妖气之盛 天意不容 方丈不顾一切救护于他 只怕未必是对的 朴红上人脸色一变 转头向他看去 那干枯老僧冷然对望 朴红上人竟是一时说不出话来 其实 以朴红上人这等修行 如何感觉不到鬼历的身上 透出那阵阵诡异肃杀的妖力 绝非是正道之术 自己今日所作所为 还真说不好是否是对 只要是异想当年寒恨而去的朴智师弟 还有前几日 鬼历面对朴智法身遗骸 这大慈悲所为 深受感动的朴红上人 就无法弃之不顾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